国军演习又出包了 今天上午陆军航空601旅游架阿帕系直升机 在恒春基地的上空进行实弹测考 抛射热燕弹期间 机组人员已似是误触抛弃开关 导致地域火飞弹发射架掉落 幸好架上当时没有安装实弹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那么目前军方正在厘清事发原因 将进行后续惩处 民众拍下阿帕系直升机在空中演练的帅气身影 但仔细看直升机右侧的地域火飞弹发射架 竟然不见了 原来是演练过程出包 今天上午执行实弹测考 抛射热燕弹时 疑似机组人员误触地域火飞弹发射架抛弃开关 3号上午陆军航空六栋腰旅 在恒春基地上空进行阿帕系直升机实弹测考 抛射热燕弹 机组人员却误触地域火飞弹开关 导致发射架掉落 幸好架上未安装实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国军也在12点55分找回掉落的发射架 该机已经返场降落 人机均安 那发射架也在12点55分的时候巡获 我们已经成立招案小组迷清噪音 也会持续强化人员的训练 根据了解阿帕系直升机属于战斗直升机 一架要价20亿元 我国在2010年采购了30架 其中一架在2014年失势折损 现有的29架全隶属六栋腰旅 虽然这次发射架掉落意外没有造成伤亡 但演练初包也重创国军形象 目前军方已派员调查 要厘清事发原因进行后续惩处 记者苏世伟评论我道 民众期待的混打最快这个月就可能实施 而其中美方最近捐赠的150万剂莫德纳疫苗 将会分成三等份来施打 那么其中第一部分的50万呢 要优先的留给要打第二剂的人 那么再来的50万呢 是要留给还在等第一剂的人 以及剩下的50万日记可以拿来做混打使用 日记最快第14期就能够打到 至于BNT混打的数量则还要再进行精算 不过最近有诊所发现 好像频频出现了气打潮 气打的是AZ 代表说可能有一些人是要来等第二剂 看看能不能混打BNT或者是莫德纳 但是指挥中心回应 没有观察到这个现象 我国11月朝起到AZ加mRNA疫苗的混打 包含了BNT还有莫德纳都在选项之中 其中美国近日捐赠的150万剂莫德纳疫苗 会分成三等份 首先50万剂加上目前全台总剩余量40万剂 会保留给第二剂施打 大约有90万剂 而第二等份则是会开放给独中莫德纳 至今都还在等待打第一剂的民众 最为50万剂才会留给混打族 不限类别当然就没有什么样连临的限制 私人就找得到啦 我们放在私人就会观看啦 至于BNT则是还要确定到今年年底前 可以进货多少疫苗 混打数量还在精算当中 只是当疫苗涵盖率逐渐拉高 现在还有诊所无奈PO文说 有莫德纳疫苗被气打的状况 甚至自创气炎绝剧苦叹 现在残疾等同于废弃 已经没有人在乎了 正所谓有事爽约无所谓 下期再约很方便反正不是我的钱 也让医师看得相当无言 更担忧如今即将开放混打 AZ第二季会不会也有气打槽 大家一直在讲那个AZ有气打槽 不过看起来目前是还没有啦 如果打同场牌的话 像AZ有个好处 像我打了之后也没有感觉 那自己的接种经验举例 当季都打AZ第二季的副作用比较轻微 但要是混打莫德纳 则是会有短暂的发烧头痛 提醒民众 混打副作用也都要纳入考量 就点许宗明提告到 寄生虫药物抗寄生虫药物 叫做医维郡素 对抗新冠疫情到底有没有帮助呢 台大阿医中心副院长王明俊 最近就在脸书上po文说 他有亲自写信给成功控制住疫情 印度北方邦的一位医师 了解到当地利用医维郡素 与围封城这两大利器来对抗疫情 建议指挥中心可以重新的来检视这项新证据 不过呢 指挥中心态度保留 今年五六月 国内疫情严峻之际 传出抗计生虫老药 医维郡素 对抗新冠肺炎有一定疗效 当时指挥中心以杂消息处理 不过近来国内医学专家再掀起一波讨论神浪 以揭开印度北方邦 克服疫情的神秘面纱为题 台大阿医中心副院长王明俊 学下自己看到印度北方邦 疫情急速降温 因此联络当地医生 对方分享说 境内的医疗人员 和家户内的密切接触者 无论有没有确定染疫 都先预防性投以医维郡素 以及抗争素 这个组合药物 加上微风尘的防疫措施 双管齐下 成功让人口数高达2.4亿的北方邦 两个月内单日死亡数降到只剩一人 现在万全国内还有医生抢买医维郡素 这个药物的机制是让新冠病毒 不容易进到细胞里面去 大量繁殖 他把他挡在门外 南美洲的巴西亚跟田密鲁 所以他有很多使用的经验 专家翻出多国例子 希望指挥中心重新评估 医维郡素 不料疫情记者会上 指挥中心做出的回应 却是一一打脸 那我们发现说 目前有支持 这个COVID-19的 这些临床试验 他们的研究的 证据率的等级都比较低 而且有部分的研究论文 他们在发表后就被撤回 那我们目前所有的 世界温组织 欧美等多国 这个多个具公信力的治疗指引 也都不建议 在临床试验之外 情境的使用 指挥中心也强调 医维郡素 属于专案进口药物 目前市面上贩售的 普遍为动物用药 和人的用药是有差别 提醒民众不要自行购买服用 毕竟有关用药安全 还是有一分证据 说一封话 这组报道 指挥中心公布 11月6号起 印度 英国 缅甸这三个国家 将从重点高风险国家移除 这就代表了所有的入境旅客 12月14号之后 都可以适用10加4的入境检疫方案 不用再强制入住集中检疫所 但是有民众就担心了 不用入住集中检疫所 会让防疫旅馆量能更加不足 更质疑近期英国单日确诊 高达5万人疫情严峻 为何还考虑从高风险名单当中移除 指挥中心回应 目前Delta已经是全球主流病毒株 不论哪一个国家入境 都可能会感染Delta 因此才会回归常态 每天都有大概十几个人 来打电话告诉我 说他们现在从1月初的房间 都已经完全定不到 想回台湾却找不到地方住 像这样回不来的个案 让台商会长很无奈 直呼现在才11月初 但春节前后的档期 防疫旅馆几乎都被定光 即便中央寄出10加4的检疫方案 想降低大家对防疫旅馆的需求 但恐怕帮助不大 因为我们的防疫旅馆 目前只有3万1千 那现在大伙来将近有4万到5万人 所以会差额叫1万多 减少了4天 其实是不够的 就判检疫量呢 可以再加强 而且指挥中心又公布 11月6号起 印度英国缅甸这三国 将从重点高风险国家移除 代表所有入境旅客 都可适用10加4的检疫方案 这让外界忧心 这些入境者 不必入住集中检疫所 可能会让防疫旅馆 更加不服使用 而且英国单日确诊数 还是高达5万人上下 却不再列为重点高风险国家 这样会不会增加入境的潜在风险 Delta变异株已经变成是主流变异株 所以不管是从任何国家来 都有可能是Delta变异株 就是回归到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还蛮合理的 也不是说用确诊数目最少 好像这个防疫就越好 至于前一天 警惠中心说要提早开放商务客 不过担心春节防疫旅馆量能受到影响 因此决定延后 而一般旅客则可能要再更晚一些了 借重我道